社会消息来关心苗栗县有一位范姓女学生的父亲在网路贴文 说女儿准备升国三 5月初却被明19岁李姓男子骑机车载咒 途中还发生了车祸 就此音讯全无 虽然已经报警 但李姓男子的家人向警方表示 不知道儿子的去向 也让范姓女学生的父母亲担心不已 希望大家帮忙协巡 你快点回来妈妈很想你啊 范姓女学生母亲雨戴哽咽表示 女儿被现年19岁的李姓男子带走 已经长达四个月都音讯全无 虽然通报警方协巡 但男方家长指出 小孩也是从今年5月就离家不知去向 让女学生的父母亲更是忧心忡忡 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想到妈妈 爸爸 赶快回来 对方有说 要等我女儿18岁的时候才要把她带回来 范姓女学生的父亲指出 女儿透过网路结识李姓男子 两人就读的国中和高中彼此相邻 5月3号李姓男子骑乘机车 在女儿出门声称要去公馆找工作 中途发生车祸 导致皮外伤送一包扎 对方家长当天就前往医院 把两人带走 5月5号男子和女儿到竹南火车站之后 至今完全无法取得联系 但警方表示 男方家长也称不知儿子 目前人在何处 至于女学生当时是因为害怕被责骂 才不敢回家 警方指出女学生家长已经提出 告诉将立即通知李姓男子 道案说明若持续未道案 将以刑法妨害家庭略有罪嫌 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 女学生父母亲则希望透过媒体呼唤 女儿能够尽快回家 记得张欣杰苗栗采访报道